行徑在省道上 突然眼前出現一台腳踏車 又不是單輪車 可是這一台跟後面這台腳踏車 身高也未免太懸殊了 大哥 你們從哪裡過來的 屏東 屏東喔 要怎麼下來 簡單啊 是用跳下來的嗎 跳也是其中之一啊 仔細一看 這超高的腳踏車 竟然高度達到190公分 令人好奇這位大哥是怎麼上去的 全國只有你這一台囉 第二高的 第二高的 擺在家裡面有騎出來 所以都是你自己改的喔 對 仔細一問 原來這位騎士來自屏東市 與高齡80歲的父親要進行環台旅行 從屏東出發到台東 剛好第三天 也相當喜愛台東的風景 那你這次總共是從屏東出發是不是 對啊 那你像這樣子環島總共騎幾次 騎了這部車 第一次 第一次喔 首次 其實環島今年是我第四次 五年來第四次啦 去年也有騎 去年是涼鐵跟我老爸涼鐵 去年騎的那一台比較低啦 坐墊道路這麼高啦 還蠻轟動的啦 那在我們台東這邊 那騎起來哪個路段 讓你覺得騎起來最辛苦 那救難回啊 不然哪個路段 這位曾先生他喜愛挑戰 並且把腳踏車改造 他更得意的說 這台應該是全台灣第二高的 因為第一高的腳踏車放在家裡 就連腳踏車的置物欄 以及旗幟的可愛卡通造型 也是他自己親手縫製 還有熱情的民眾好奇他的腳踏車 特別為他加油 大姐你為什麼會捐款給我們這個大哥 因為他覺得他很環保啊 很辛苦啊 終結了 剩下贊助就給我了 對啊 那是不是跟他比一下 說這樣子 賺 加油 此次規劃環台行程約18天 他打算要用騎腳踏車的方式 和爸爸一起體驗台灣之美 也向大家呼籲 珍惜資源愛護環境 如果你也在路上看掉他 不妨給他加油鼓勵 東泰宣布張家瑋 林婉珍的採訪報導 好 大哥加油 好 拜拜 拜拜